还有就是家事外劳 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看到 今天劳动部就提出 要订定一个新的指导原则 就是要给家事外劳加薪 要给他们多一点的假 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但是这些我们主要针对 外籍劳工来讲 可是雇主们就反弹了 为什么 因为保障外劳的话 那家里那些失能照顾的人 就是你要让外劳去休假 家里照顾的人怎么办 没有人代班的话 或者是说他们休假出去 就逃跑了 也有一些外劳 他说我来台湾的目的 我就想多赚钱 结果你要保障 我有那么多的假期 可能中间大家还需要 有很多的弹性 我想这个东西 对于有家事外劳的人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 蛮困扰的 就是他可能平常就是上班 然后请家事外劳 帮忙去照顾 然后六日可能也蛮辛苦的 或是家庭有一些活动 那如果家事外劳请假的话 那这些事情又都没有人做 我觉得实际上运作上 其实是会有一些问题跟困难的 其实对外籍的这些家事外劳来说 可能他们的需求 不一定是真的要保障 他们有多少的假期 他们比较在意的是 只要能够有比较好的待遇 对 不要被苛扣 对 而且他们有的 如果相处的 当然我们不要去虐待他们 或者是说给他们很苛刻的条件 那其实有一些相处比较好的 他会在他的工作里面 调整他的休息的时间或是什么 如果他能够跟他的家事外劳 达成一个共识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可以运作的还不错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硬要规定的话 那到底会对实际的状况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都 要明文规定 其实还蛮难的 因为有很多的个案 要因人而异的 但是我们讲到照护 其实我们不希望只是 在照顾的一个生命现象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 让他的生命能够延强之外 而且还是健康有尊严的存活着